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国禁用中国企业设备中方批评美方不公正不道德欠大国风度 林真月娥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 下周举行宣讲会 持续启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最后新闻我们聚焦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谈到即将会在月底所举行的美朝峰会 表示希望能够像第一次峰会一样取得成功 而美国与韩国可能就美朝峰会做最后的协商 包括为韩朝重启经济合作开绿灯 特朗普在德州出席集会期间 提到将于本月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美朝峰会 他期望第二次峰会同样能够取得成功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 刚与朝鲜代表会谈 特朗普曾形容比根与朝方的讨论富有成效 但美国国务院没有表示有任何进展 而比根与朝方代表同意美朝峰会前再次见面 韩国消息说 外交部长官康金和13到14号 在波兰出席中东问题会议期间 美韩外长考虑在当地举行双边会谈 最后协调月底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具体事宜 还就是否会重启韩朝经济合作项目交换意见 据分析朝鲜已废除宁边核设施为代价 要求美国缓和对朝鲜制裁 但美国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 而美朝可能在第二次美朝峰会上各让一步 就美方为韩朝经济项目豁免制裁达成一致 韩国媒体引述朝方消息人士透露 金正恩的专机苍鹰一号 去年12月底已经在平壤到河内区段试飞 河内距离平壤2400公里 仅为前往新加坡距离的一半 金正恩很可能搭乘苍鹰一号到河内出席峰会 去年6月朝鲜代表团搭乘苍鹰一号前往新加坡 出席美朝峰会 金正恩则搭乘中国飞机 因此外界估计出于安全考虑 不排除朝鲜再次租用中国飞机 让金正恩搭乘前往河内 冯航卫视综合报道 越南外长范平明 今天前往朝鲜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相信他会与朝方进一步商讨金正恩访问越南的事宜 不过在美朝峰会准备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 有研究机构也发表了报告称 朝鲜可能生产了更多的核武 这令外界关注美朝峰会的成果能否落实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 当天途经北京 专往朝鲜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范平明抵达平壤后 与在机场迎接的朝方官员互相握手问好 分析指建议越南将于月底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 且越南礼宾司司长这次也随行访朝 范平明可能将在此行会见朝鲜外加的李永浩等朝方人士 就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越南进行国师访问 进行最终协调 包括访问形式住宿具体日程等 范平明还有可能拜会金正恩 越南总理阮春福周二出席 2019年越南政权开示敲锣仪式时表示 美国和朝鲜选择在越南举行第二轮美朝峰会 反映了越南当地的投资环境理想 而且安全等相关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越南正朝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 他强调越南将继续融入国际社会 发挥作用令世界进一步认识越南 第二轮美朝峰会举行在即 外界观望这次能取得什么成果之际 斯坦福大学国系安全与合作中心发表报告称 朝鲜去年与美国进行文化谈判后 继续生产布和高农缩油 估计自去年5月以来 朝鲜已生产5至8公斤武器吉布 足以制造最多7枚核武 福国报告同时指出 朝鲜自2017年以来暂停核武击岛单试验 极大的限制了其改进核岛的能力 因此朝鲜的核岛威胁程度 较2017年底有所下降 报告认为朝鲜目前的核武基数 仍不足以威胁美国本土 但对邻近的日本和韩国 就能构成真正威胁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第二次美朝峰会的更多消息 马上为您连线 本台驻越南的记者阮氏兰英 阮氏兰英即将要开启的 核内的第二次美朝峰会 目前是否已经用到最后的准备状况 情况如何 好的主持人 那么越南也是刚刚结束春节假期 在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工作 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主持 11号政府例行工作会议时 要求越南外交部同友官部门 有效配合 办好月底在核内举办的 第二次美朝峰会 那么阮春福在今天 出席核内举办的一个活动时 也特别强调 第二次特金峰会 是重要的国际性事件 是证明越南具备良好投资环境 正确方向的发展模式 以及越南作为一个 特别安全的国家的机会 那么阮春福也表示相信 越南将肯定自己的国际地位 趁举办此事件 让越南二字在国际上更加响亮 那么目前越南政府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范平民 今天已经到达了平壤 对朝鲜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虽然范平民此访的具体形成安排 并没有对外公布 但越南媒体 越南媒体说 相信他此访的主要目的是和朝鲜商讨 即将举办的特勤峰会的准备工作 此外越南媒体还透露 有关各方在这几天都在进行各级商讨 为峰会做好准备 美国的北韩事务特别代表 斯蒂芬比刚将在河内与朝鲜官员会面 就峰会的议程 以及后勤工作进行商讨 那么这是我目前所掌握到的消息 现场交给主持人 谢谢这是阮士兰英来自河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 昨天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 举行了中俄东北亚安全磋商 中国双方都积极评价朝美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希望朝美双方相信而行 推动第二次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 并取得积极成果 中国外交部证实11号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 特别代表孔玄佑 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 举行中俄东北亚安全磋商 这次磋商的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 在这次磋商当中呢 中俄双方都一致认为 当前朝鲜半岛的形势 正继续沿着对话缓和的方向发展 他们呢积极评价朝美 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呢 朝美双方能够相向而行 回应彼此的关切 推动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 顺利举行 并且取得积极的成果 华春莹还表示 在朝韩关系问题上 中俄双方在磋商中都表示 支持北南双方改善和发展关系 推进和解进程 中俄双方在磋商中还商定 将继续为朝鲜半岛的政治解决进程 做出共同的努力 凤凰卫视 霍卫卫 杨晨 北京报道 第二次美朝峰会 即将要举行了 越南总理阮春福 昨天专门下达指令 强调务必要确保 月底在河内举行的峰会顺利 同时呢 越南的外长又马不停蹄 开启了访潮之旅 为峰会进行最后的协调工作 先问话题 节目章请到时评论员杜平先生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 杜平如何评价 这一次峰会对于越南来说意义何在 以及对峰会的期待 对是这样 现在目前呢 就是离峰会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非常的关键 因为它未来这个两个星期 这个美朝双方在核问题上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进展 直接涉及到 这个这次峰会是否能够有去一些具体的结果 那么在此当中呢 就是越南其实作为东道州的话 应该是越来越受到的关注 这个当然越南是非常的重视这次的峰会 对它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一方面呢 就是在东南亚地区 在东盟地区 我觉得越南这个是第二个东盟国家 去办这个美朝峰会 固然肯定会提高 它在东盟这个里面的这些作用 和它的地位 同时呢 在本地区 以及甚至在国际事务当中 对越南来讲 都应该有一个非常 这个重要的曝光的机会 我想从最近这几天时间里面 就是越南的领导人 就这次峰会的准备的情况 所做出的表态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易于言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确保 这次峰会能够顺利的举行 同时呢 要展现越南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的经济 所取得的成就 或者说它的成功的故事 要向世界推销 特别是要向朝鲜方面推销 它的发展的模式 所以这次的这个越南外长到朝鲜访问 当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 这次的峰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同时肯定会涉及到越南和朝鲜之间的关系 越南肯定希望在朝鲜半岛的这个事务的 这个准变的过程当中 能够发挥越南的作用 甚至是在未来朝鲜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 能够起到一个 他们所希望的 一个模式 或者是范例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对这次峰会的话 越南方面当然希望它能够取得一些成功 因为它跟越南自己本身在国际上的一个形象 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呢 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 这个峰会本身对越南来讲 其实已经是让越南拥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已经在聚光灯下了 谢谢杜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下节我们会看到的是特朗普强调 无论共和和民主两党达成什么协议 他都会用尽一切方法修建边境墙 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克利重申 不会同英国重谈脱欧协议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 如果连任 他会把重点放在保护国家安全上 中美两国从14号开始会在北京就贸易问题进行一连两天的高级别磋商 帅团参加磋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长姆努钦在今天已经提前抵达北京 财长姆努钦在他所下榻的酒店表示他很高兴又回到北京 期待未来几天的重要对话 中美两国早前宣布 14号到15号将在北京就贸易问题进行新一轮的高级别磋商 率领美方代表团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 12号就提前抵达北京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下午时 财长姆努钦抵达下榻酒店 财长姆努钦并没有回答现场记者更多提问 两人将在14号到1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贸易磋商 外景预料双方将就经济结构改革 解决保护知识产权和产业补贴等问题进行讨论 而10号已经抵达北京 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力神率领的代表团 11号开始与中方展开新一轮的腹部级磋商 为高级别磋商做准备 12号继续进行第二天的磋商 美方代表离开酒店时并没有太多表情 显得比较严肃 也没有回答现场记者的提问 美国代表团13号的具体日程安排还没有准确消息 外界相信中美两国副部级的代表13号会继续进行磋商 为14号的高级别磋商做准备 而努母亲和莱特汽泽提前抵达之后 将会发挥怎样作用 也需要持续的关注 凤凰卫视霍维伟杨成北京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官员 近期威胁多国要放弃使用中国设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云回应指 美方的所作所为不公正也不道德 完全没有大国应有的作为和风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匈牙利 在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共见记者时说 如果匈牙利使用中国华为设备将导致两国合作困难 匈牙利外长则强调匈牙利与中国之间的任何合作 都不会危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 他并指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要摒弃虚伪的方式 我们赞赏西亚尔托外长基于事实做出独立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我想说友好和合作始终是中国和匈牙利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中兄加强友好合作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其他国家 同样我们希望也相信中兄关系的发展 不会受到其他任何国家的破坏和干扰 另外美国驻欧盟大使日前称 任何允许使用中国企业设备的国家 都将面临美国制裁报复的风险 华春莹回应说 美方的一系列表态是在不择手段的炮制中国威胁论 甚至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 抹黑打压中国公司的正当发展合作权利和利益 美方的所作所为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完全没有一个大国应有的作为和风度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国家对于美方的真实意图和霸凌的实质 心中是有数的 眼睛是明亮的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联合博弈的思维 为正常的国际间的友好互利的合作 提供公平公正开放包容透明和规范的条件和环境 针对美国国防情报局11号发布的报告 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将外空视作 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份等等一些涉滑内容 华春莹回应至美国将外空定性为作战疆域 组建外空部队 还在不断进行演习 却渲染别国的外空安全威胁 实际上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剂量 是为自身的军力建设以及先进武器的研发 寻找借口 华春莹并呼吁美国同中国一道 参与到外空的军控进程当中 凤凰卫视霍卫委委 杨晨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德克萨斯州出席集会 强调无论共和民主两党达成什么协议 他都会用尽一切方法修建边境墙 他说只有修建了边境墙 才能够解决非法移民所造成的各种问题 集会在美墨边境城市埃尔帕所举行 会场挂起支持修建边境墙的大型横幅 特朗普表示 虽然共和民主两党就边境安全拨款的谈判取得进展 但他更希望如期出席集会 听取民众的声音 又指将用一切方法修建边境墙 特朗普表示 大量非法移民涌进美国 只有修建边境墙 才能解决包括毒品等严重问题 同一时间 由于参选明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前议员奥罗克 在不远外的球场举行集会 反对修建边境墙 特朗普早前指 埃尔帕所因为在边境修建了围墙 才会成为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围墙在06年才建成 但当地犯罪率自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下降 特朗普被批评有误导之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今天向英国议会说明她与欧盟磋商的进展 她说欧盟表示需要看见 对北爱边境备份条约的改变 具有法律约束力 另外如果能够在2月26号前达成协议 会在26号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 特雷沙梅说她今天以及本周会继续与欧盟领导人谈判 她还需要时间继续完成与欧盟的对话 当谈判可以达成所需要的修改时 她会再次把修改之后的方案带到议会进行投票 特雷沙梅指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 大家要有耐心 她相信可以说服欧盟接受对北爱边境备份条约改变的条件 最后达成一项议会所支持的协议 并且可以预期在3月29号正式脱欧 英国脱欧的大线越来越近了 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 昨天也会见了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巴克利 巴尼耶指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 另外英国有小道消息指首相特雷沙梅有意在今年夏天离职 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影响力 阻止死敌约翰逊登上首相职位 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11号晚 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英国驻欧盟大使官邸 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巴克利进行会谈 巴尼耶离开官邸时表示 与巴克利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 但重申不会与英国重新谈判脱欧协议 从日较早前巴尼耶访问卢森堡 不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巴尼耶强调时间已经不多 假如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不想延迟脱欧陷期 就应该尽快促使国会通过脱欧协议 他重申被埃尔兰后备方案仍然是保证有序脱欧的最佳方法 而英方应该考虑工党领袖科尔宾提出 与欧盟建立永久关税同盟的提议 另一方面英国太阳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首相特雷沙梅有意在完成脱欧之后在今夏离职 目的是保留他在保守党的影响力 阻止其死敌前外交大臣约翰逊登上首相职位 根据报道特雷沙梅沉浸向一些亲信 包括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暗示 他将在夏季离职 确保由他属役的人选继承首相职位 消息人士指出假如他一直呆到被迫下台 届时将对继任人再无发言权 因此决定提早离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日前在澳大利亚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 如果大选之后能够继续执政 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 11号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首都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记者俱乐部上发表了 关于自由党未来政策走向的演讲 在演讲中 莫里森表示 如果自由联盟党继续执政 他将把未来执政方向的重点放在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上 莫里森认为 澳大利亚面临着日益紧张的国家地区安全局势 尤其是国际形势不稳定性在增加 以及外国人干涉等问题 莫里森在发言中强调了 他将把未来国家发展重点放在经济上的目的 是为了继续巩固国家安全所提供的财政知识 在面对当下美国和英国呼吁要求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加入中国南海巡航的状况下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演讲中并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莫里森宣布了将在今后十年间投入2000亿澳元 用于建造新的军备设施 他表示 这将成为继二战以来 澳大利亚数额最大的国防投入 目前有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强化国家安全的目的非常明确 日前澳大利亚外长和新西兰外长 以及两国的情报部门主管 共同在新西兰会晤 也是要联合加强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 富汗我是杨颜丽金 悉尼报道 拜斯坦的军方表示 经过长达数年的反恐战争 拜斯坦军方已经完全控制 并接管了以前由塔利班武装分子所控制的南北瓦基里斯坦特区 大部分流离失所者已经返回家园 进入经济和民生的重建工作 巴提斯坦军方发言人加弗尔称 随了南北瓦基里斯坦的塔利班据点被彻底清除 曾经被巴塔占领的据点 目前已恢复了习日的平静 当地经济和民生建设也开始进入重建阶段 百姓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加弗尔还称 另外巴基斯坦军方还通过铁丝网和隔离墙 基本封锁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边境 大大阻断了阿富汗境内恐怖极端分子 向巴基斯坦境内渗透的几率 同时也能进一步确保双方边境地区的和平 加弗尔还表示 最终是否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则要看阿富汗最后是否能达成政治和解 南北瓦吉里斯坦席日作为巴塔据点 一度成为普通百姓乃至军方人员的禁区 13年军方开始在这两个地区开展反恐军事行动 致使当地百万人流离失所 而近年开始军方还在1200公里长的巴阿边境 铺设铁丝网和隔离墙 阻止恐怖极端分子渗透 目前已有800多公里完工 佛汗部记者张宁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巴报道 好 下节我们会关注到的是韩正 到发改委调研并且主持召开座谈会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发展改革工作 台湾华航机师罢工第五天 台北行工会谴责罢工行为 华航也批评工会得寸进尺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与香港特首座谈 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今天国家发改委调研并且主持召开座谈会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发展改革工作 韩正强调国家发改委要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推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良好开局 韩正表示要实施好减税降费政策 解决好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并抓好稳投资各项措施 重大投资项目要避免出现半喇子工程 韩正指出要积极推进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电力油气科技体制等重大改革任务 确保就业稳定 同时要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推动经经济协同发展 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推动粤岗澳大湾区建设 完善海南自贸实验区政策框架 并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台湾华航和机师工会劳资协议两度破局 今天已经进入到罢工的第五天 累计影响到上万名的旅客 台湾舆论也批评声浪越来越大 台北市旅行工会谴责罢工的行为 华航也批评工会得寸进驶 而劳资双方预计在明天凌晨进行三度的卸上 华航机师罢工进入第五天 华航十三号取消近三十个航班 影响多么 对于公司的罢工影响少数万全益 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也被牵连 对机师选在春节罢工表达谴责 突击式的罢工造成社会的不安以及舆论的哗难 基于保障会员以及消费者的权益 对于罔顾公众利益的行为 本会在此予以强烈的谴责 台北旅行同业工会发出声明 要求对于罢工衍生的费用 华航应该要秉持以客为尊的观念列入补偿 另外也呼吁政府应延拟罢工的预告制度 提升消费者保障 这次罢工造成华航股价 下跌的亏损 老资双方已经想到两次都未达成共识 工会批评资方没有诚意 华航则反击 是工会诉求一变再变得寸进尺 老资双方的这个劳动条件的讨论 绝对不能把公司这个永续经营的这个目的 放在一旁不管 再次呼吁我们的集市工会 拜托停止所有的口水战 还有污水战 回归到我们议题的讨论 不满劳资协商再度破局 集市工会扬言到台湾交通部前 静坐抗议 但讨论至今迟迟没有公布时间点 虽然工会的罢工态度坚决 但面对台湾明月四起 谈判筹码势必越来越少 上月来一直就积极拼经济的高雄市长 韩国瑜今天证实 月底他会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 而下个月 出访南方级城市为主 最高的美国 韩国瑜预计三月访问大陆 细节仍待讨论 二月底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之行 则是已经确定 但却传出还在规划中的细部行程 遭到市政府内的公务员流出 导致申辩可能取消 韩国瑜呼吁市政府上下一心 和他一起全力拼经济 按照目前规划韩国瑜近三个月 将马不停蹄 二月出访新马 三月赴大陆 四月应邀前往 北大延将 凤凰卫视林奇兵陈建达 综合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出 中央会在日内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而粤港澳三地的政府 下周四将在香港举行宣讲会 林郑月娥指出规划纲要 为大湾区发展定下了大方向 相信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 注入新动力 林郑月娥表示 中央即将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会为大湾区发展定下方向 但具体计划细节需要在 由三地政府商讨执行 他希望 社会管理期望 因为规划纲要中很多都是大方向 相关措施未必能够立刻执行 但他相信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 注入新动力 他不会像我们施政报告那样 有几百项这些措施 可以立刻落实执行的 很多都是一个大的方向 但这个方向既然是定了出来 就要由三地政府 在中央部位配合之下 去设计 究竟有些什么需要有制度的创新 有些什么需要有中央的政策的配合 有些什么需要三地政府 大家互利共赢 去做一个新的措施出来 林正月又重申 大湾区建设不会影响一国两制的 贯彻落实 或者弱化香港原有的制度 如果大湾区的成功的其中的要素 就是正正是有一国两制 有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 中央由国家主席到总理到韩正 副总理担任 如果大湾区领导小组 都是曾经在过去一年重申过这个立场 就是说如果大湾区的建设 香港的参与 一定是坚守一国两制 来到去进行的 林正月又指 粤港澳三地政府下周四 将在香港举行有关规划纲要的宣讲会 共同探讨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国家发改委也有高层官员出席 介绍规划纲要的内容 凤凰卫视潘丑元香港报道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周二按照惯例 在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 与行政长官林正月娥举行座谈 两个小时的活动上 如何通过即将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进一步改善香港民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有代表建议逐步开放限制 让香港普通私家车通过粤港澳大桥 进入到内地自驾 那可不可以都可以 好像现在在禁区里面的申请 或者是预港那种自驾游 那种模式可以申请 你可以逐步开放 就是有些时间有些时段有些日子 你预计得到 还有大家可以网上登记 因为香港都是国际化高水准的管理的大都会 那这方面希望能够相关部门 又去运输处 去参照其他有效的方法 包括网上的登记 网上的注册 还有提前预约等等 可以时间短一点的 那么预约 这样的时候 更能够令到香港大部分的市民 更享受到那种便利 对于下周将在香港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宣讲会 有代表透露 港区人大代表将会全部出席 此外还有代表在会上就个人所得税法 和两会期间将审议的外商投资法 向林郑月娥反映相关的意见 并希望透过特区政府进一步向中央反映 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 确保立法后港商和港人的利益 在香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也就是俗称的回乡证的申请和换领 以及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的 换发和逗留签注延期的业务 都是由香港中旅社来代办的 那香港中旅社宣布会在3月15号开始 实施全面的网上预约 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 不再接受即日现场排队的办理 香港中旅社在网站上宣布 为缩短半仗轮后时间改善服务环境 公司全面升级了预约服务系统 并将于3月15日正式启用 新约系统启用后 香港中旅社受离的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 也就是俗称的回乡证 以及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 换发和逗留签注延期业务 将实行全面网上预约 申请者需先在网上预约 然后按照预约的时间和地点前往办理 除所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各证件中心不再接受当日现场排队办理 对70周岁或以上长者 未满三个月的婴儿 残疾人士 以及办理出入境通行证人士 等特殊需要人士 如不能提前网上预约 证件服务中心会依据当日 实际接待情况安排办理 对证件过期 毁损或遗失 却因探病 就医 奔丧 就学等紧急原因 需入境内地 却又无法预约 就近时间段的 需说明情况 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或要求加级办理的声明书 中间服务中心也会视情况安排办理 加急件 福货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 小姐关注到的是 中国商务部预计 今年内地消费增速 或将继续放缓 但是规模仍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 国际美元汇价 在高位持稳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 中间价大跌 但及期汇价 传定回稳 印度首都新德里 一家 发生大火 至少17人死亡 商务部还预计 在2019年 内地的消费增速 或将继续放缓 但是规模仍维持在 平稳较快增长 2018年 内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 跌落至9% 为2004年以来 首次跌破两位数增长 其中 住房和汽车消费增长乏力 拖累了整体 中国商务部官员预计 在2019年 内地消费增速 或将进一步放缓 但内地的消费结构升级 仍然处于上升期 规模仍将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 今后我们预计 消费仍然是我们 经济驱动的 主要的动力 而且增长的 主要是在服务消费 这个增长非常快 但食物消费 也就是社交率 仍然会增长 但增速会慢慢回落 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 也是消费结果的变化 优化的一个基本的趋势 就在春节期间 据商务部的统计 内地零售企业销售额首次突破了万亿元 同比增长8.5% 也为全年消费 较快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另外在外贸方面 尽管2018年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 但受到抢出口向益减弱的影响 外界普遍预计 2019年上半年进出口压力将会增大 不过据商务部官员在记者会上透露 今年1月份 货物贸易仍然保持了增长态势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1月份 我国对外贸易 就是货物贸易 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中国有句俗话 叫瑞雪造风年 所以我们有信心在2019年 稳外贸 保持外贸 高质量发展 就在今天记者会举行的同时 中美经贸问题的副部级磋商 也在商务部继续举行 14号到15号 中美还将举行高级别磋商 而双方这次是否能够达成一份全面的贸易协议 也将会对今年的中美贸易 以及整体的中国的外贸进出口 产生重要影响 红黄卫续 李小文 刘健 北京报道 我们再来看两岸3D股市的收盘情况 首先是内地的互生股市四连涨 利好的政策出台也提振了市场气氛 带动大盘进一步上升 互指收盘上升0.68% 声称值重上了8000点上方 收盘上升1.15% 香港股市先跌之后回稳 外部风险降低 投资者也趁低 吸纳意愿较强 带动大盘刷新了去年8月29号以来的新高记录 恒指收盘上升0.1% 至于台湾的股市刷新超过两个月的新高 外资继续回流 加上了全球贸易形势好转 激励加权指数收盘上升0.93% 国际美元的汇价 今天在两个月最高位附近持稳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进一步下挫 也刷新了近三周的新低 但是极其汇价率先传定回稳 美国政府避过了再次停摆的危机 加上市场憧憬中美贸易谈判取得正面进展 刺激国际美元汇价上升 美汇指数周二继续在97点以上的两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 对英镑上升至三周最高位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承压 中间价下挫270个基点到6.7765对英美元 是上月25号以来的最低位 也贴近市场预测的6.7755 极其汇价低位逐步回稳 午后曾经倒升突破6.78水平 周五年 回到平盘附近 报6.781 小跌6个基点 但仍然是近三周的新低 午后部分自营机构反手结会 企业结会需求也逐渐支出 有助于人民币无够回稳 离安会价早盘在跌穿6.8水平之后 跟随在案价回稳 在欧洲时段回升到贴近在案价的水平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考虑到现金回笼 与央行逆回高道器等因素对冲后 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 因此当天不开展逆所做操作 单日进回笼1000亿元资金 红红卫视综合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家酒店 今天凌晨发生了大火 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救援工作也停止 事故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 经过一场大火 出事的酒店外墙被烧黑 天台的帐篷更被烧得只剩支架 多个酒店窗户被打烂 以进行救援 玻璃碎片散落地面 大批警员继续在现场调查 部分消防员仍在楼内搜寻遇难者遗体 多辆消防车及救护车在场戒备 事发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左右 一家位于新德里市中心 购物区的酒店发生火灾 当时酒店内约有150名住客 大部分人正在睡梦当中 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出动 大批消防员到场灭火 但由于进出通道被堵塞 消防员要打破玻璃窗救人 并陆续救出伤者送院救治 大火已在当天早上扑灭 事故造成多人死伤 当地媒体报道 一名女子和一名儿童 试图跳窗逃生 其后伤重死亡 印度总理莫迪在官方推特上 发表声明 对事件表达深切悲痛 当地官员表示 事故可能是由电线短路引致 除此之外 出事的六层酒店中 有两层属于非法加建 加上酒店走廊使用木制隔板 加速火势蔓延 但具体起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缅甸的小数民族克伦尼族今天举行集会 抗议政府的不公平待遇 争取各民族平等 在阳光有大批示威者手持横幅沿途高喊口号 声援克伦尼族在克耶邦所举行的示威活动 并且批评警方武力驱散了示威的民众 据悉克伦尼族在克耶邦所举行的集会 要求政府实现昂山将军 有关各民族平等的承诺 但集会遭到了缅甸警方发射橡胶子弹 催泪瓦斯驱散 造成超过10名民众受伤 虽然有关集会并没有获得警方的批准 但发起人称有超过3000人参与 而克耶邦政府自去年7月 宣布树立昂山将军雕像以来 这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交给气象主播玉瑶 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 我是玉瑶 咱们一入到猪年新春的第八天 北京是终于迎来了像样的降雪 人们说雪姑娘这是给大家拜了一个晚年 其实这场降雪范围不大 只是打了一个前哨 更值得关注的重头戏将会出现在明天下午到14号 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黄淮以及东北的中南部地区 将会有小到中雪的过程 河北中南部 河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雪 累积降雪量在1到3毫米 局地是在4到5毫米 积雪的深度将会达到2到5厘米 由于此次降雪持续时间长 降雪量较大 因此对于返程交通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出行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的 而在南方又将会面临持续的阴雨雪天气的困扰 其中明后两天是以降雨为主 江南一带有中到大雨 城市当中像是南京和上海 明天就将会出现雨水 那15到16号 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 气温走低 江汉江淮一带将会出现雨转雪 或者是雨加雪的情况 当地人们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好 一起来看一下中国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形 北京多云零下7到1摄氏度 银川多云零下8到8度 西宁晴零下10到12度 乌鲁木齐多云零下17到0下4度 西安阴零下2到8度 拉萨晴零下6到11度 成都多云零下6度 成都多云4到15度 重庆多云8到15度 重庆多云8到15度 贵阳多云5到12度 昆明晴零下7到22度 太原阴零下10到0度 石家庄小雪零下5到0度 济南多云零下2到3度 郑州阴零下2到2度 河肥中雨2到6度 南京小雨2到7度 上海小雨5到9度 武汉小雨0到5度 长沙小雨2到5度 南昌小雨2到6度 杭州小雨3到9度 福州阴10到17度 台北阴17到21度 南宁多云8到18度 海口多云21到28度 广州多云17到24度 香港阴17到24度 香港阴17到24度 澳门多云18到23度 说到下雪 这一毫米的降雪能够形成多深的积雪呢 我们拿一块钱的硬币来比较一下 通常呢 这一元的硬币直径是在2.5厘米的 在华北一带 一毫米的降雪量堆积起来 差不多可以形成0.6到0.8厘米的积雪 差不多呢是一个硬币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而在西北的雪呢 还要更疏松一些 一毫米的降雪量能够形成0.9到1.2厘米的积雪 差不多呢是这一元钱硬币的一半了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降雪量不大 但是地上的积雪看起来还是很可观的 好一起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天气王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也感谢您大乘今天的十字冲车 共同富王卫视的咨询 请浏览富王网和富王新闻客户端 2019年2月12号 路程在香港 祝各位开工大吉 诸事顺利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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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